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确实有孩子的事实 节目中王子文跟男嘉宾吃饭的时候 突然说自己做的事情要比男嘉宾做的更疯狂 而后直接点名了自己确实如外界传闻的那般 确实有一个孩子 这句话不止让线上的男嘉宾很吃惊 更是让所有人都震惊 王子文并未结婚 这是他在来怦然在心动时说过的 那么这个孩子也就是他非婚生的孩子 随后王子文也就大大方方的在微博上 公开了自己儿子豆芽 其实关于王子文有孩子的消息早早就传过 早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媒体发布过 王子文孩子过三岁生日 但生日当天孩子父母均未到场的消息 按此推测 王子文的孩子应该有八岁了 至于孩子父亲是谁 王子文并未公布 但关于这点 坊间早有各种猜测 贾奶量是王子文的前男友 这点大众都知晓 两个人在2007年拍摄生死桥时 因喜生情 更是展开了一段长达六年的恋情 孩子八岁 时间又与两个人的恋爱时间相吻合 贾奶量自然成了猜测对象 但是王子文自己也说过 年轻的时候男朋友一个接着一个 除了贾奶量之外 王硕也是怀疑对象 王硕曾经为了王子文 跟圈内的知名人物 武丹丹大闹一场 当初王子文年轻不应逝世 与经纪公司签订合约后 又不被重视 想解约不止要支付高额费用 而且还可能二十年 不能在圈内从事演艺视野 当时是王硕替王子文出头解决了此事 时间还是在2007年 一向低调的王硕突然跳出来 为当时还是小演员的王子文讨公道 炮轰经纪公司的剥削行为 并与该公司对补公堂 甚至王子文都没有到庭审进场 而是由王硕出面进行申辩 最后违约金支付了十万 也取消了圈内不能从事演艺视野的霸王条款 王硕可谓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实在让人看不懂其中的缘由 王硕可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为王子文不惜伤了圈中人 两个人的关系自然也引人揣测 另外还有一位富二代刘峰元 也被揣测是孩子的生父 刘峰元和王子文是在2011年拍摄 加的恩慈方时认识的 当时两个人的互动颇多 不只是一同旅行 骑车 一同滑雪 还一起拍了很多关系相对亲密的照片 这个富二代跟王子文的兴趣非常相似 都爱各种运动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也显得更亲密 当时就有两个人已经结婚的消息流出 但在2017年开始 刘峰元似乎人间蒸发了 从玩票性指引是新人变成了隐身人 跟王子文也再无互动 坊间传门两个人已经分手 刘峰元还发生了一些人生感悟的话 可王子文并无任何回应 还有王子文还曾被拍到 当街跟一名男子牵手 两人还共乘一辆车离开 这位男子还很贴心的扶他上车 关系颇为亲密 该神秘男子也被列入孩子生父名单中 王子文在感情上是真的仍旧保持单身 但他能够坦诚自己有个儿子的勇气 也是让人佩服的 都知道未婚生子会连累他的事业 但是孩子不能缺乏母爱 不能让他活在阴影之下 王子文的儿子之前都是孩子姥姥在带 这种做法已经有一些委屈孩子了 如果王子文再不敢承认 跟儿子的母子关系 恐怕对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件好事 无论大人的情感纠葛是怎样的 孩子是无辜的 是应该活在阳光之下的 但愿王子文能够担负起母亲的责任 不仅仅让孩子感受到母爱 也要让儿子能够不惧世俗眼光 开心健康成长 王子文通过欢乐颂取消消一绝成功走红 他身上古灵精怪的气质 让人对他有了一种固有印象 那就是这个小女孩虽然有一些嚣张跋扈 却不是可爱 尤其是他身上那种的小性格 更是一大亮点 不过随着走入王子文的私生活 我们却发现他好像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张扬 在早年间 王子文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轰轰烈烈的恋情 那就是和贾乃亮之间六年的恋情 当时贾乃亮和王子文都处于事业发展初期 两个人互相扶持共同发展的人 在一部又一部作品的合作之下 慢慢发生情愫 最终走到了一起 甚至当年两人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去见家长的地步 但是没想到牢固的爱情之桥在经历了六年后却顷刻崩塌 原因是因为两个人的事业步入家境后 逐渐的聚少离多 感情平淡和平分手 分手后的贾乃亮便遇到了让自己一见钟情的李小璐 疯狂展开追求 知道两个人就爱的网友很少 不过就是这稀少的CP粉 非常期待两个人能够复合 但是眼看着贾乃亮有了新的爱人 这段感情只能不了了之 直到贾乃亮和李小璐离婚后 众人又开始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甚至还有很多网友专门跑到王子文的社交平台中 期待他和贾乃亮有后续 王子文则直接回复 你想多了 对于王子文来讲 如今的他早已经不再是那位懵懂无知的小姑娘 当初分手时或许还难以忘却 但精力时间推移 事业慢慢占据全部生活 他对待婚姻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近日王子文参加了一档相亲类的综艺节目 怦然又心动 在这档综艺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柔如水的王子文 和曲萧萧完全是两种类型的女孩 同时在这次节目中 他也首次辟谣自己结婚生子的消息 并告诉了众人他的恋爱观 王子文曾经也非常渴求爱情 甚至在20岁那一年 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中途又画风一转 称自己一辈子或许都不能结婚 想必是想起了当年和贾乃亮之间的旧爱 看来那份感情对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当然这只不过是他以前的想法 如今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已经逐渐看开了 不过王子文仍然认为 自己或许没有那么快结婚 因为只要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绝对不会因为将就而步入婚姻殿堂 王子文的恋爱观 只能用一个词汇去形容 那就是洒脱 其实对于王子文来讲 这样的生活或许是最适合他的 虽然没有爱情 却收获了自己出众的视野 尤其是因为没有家庭作为绊脚石 王子文可以随意在自己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翱翔 不至于被家庭和生儿育女等做事影响到视野 虽说王子文自曝自己在20多岁时不停地换男友 但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年纪的女孩本就处于爱情懵懂期 对于浪漫的爱情十分向往 王子文也只不过是去尝试了一下恋爱的滋味后 就变选择分开 没有犯下任何实质性的错误 更何况王子文曾经谈过一次长达六年的恋爱 也足以说明王子文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甚至对待感情都十分认真 只要认准便会从始而终 至于为何仍然分手 这是无法避免的 两个人即使相爱多年又如何呢 不合适就分开 对于彼此来讲不是一件坏事 希望王子文能够在接下来努力工作的同时 不要忽略到自己的爱情 如果遇到对的人 那就去放心大胆地追求 不要遗憾错过 对我来说话 不合适的 认识 不合适就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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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